台湾收到国家级的海客来攻击人链系统的供应链 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议長知道这件事 在边缘人链系统跟国家级的基礎建设 跟人链系统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一间叫IVM的公司 他拿出一个报告说 有一些国家包括中国、意大利等等 你们家的国家似乎人链系统要给国家级的海客来攻击 我们看看里面有台湾 台湾收到国家级的海客来攻击人链系统的供应链 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议長知道这件事 我们国家上海客也好 有政治目的也好 来对台湾的国家红民公局 这都有顺色的骄傲 都有了解 但是国中情形、上市的情形 国部会都有注意 我们没说事情 很多无法度大学都知道 但是这人链系统有尖对性 这是尖对特别的东西 他要拿 是说你配上多少、配去堆 你买多少什么东西 全部都有尖对性的用国家级的力量 来尖对台湾要拿这些名字 我第一时间就请教我们国安局和行政医的主通安全处 他们的会好是说如果要用国家级的力量 来了解到 还是对抗这个东西 他们就要国家基礎建设可以 国家基礎设施 他们拿这个条文 让我看国家级基礎设施 安全奉何既得要尖 就要有包括病院、科学、工区、 军事、団委这些东西受到影响、受到侵略 他们才有法度出民 我想要请教一下 他没有人链系统 有算国家基礎的基礎建设跟人链是不是有在这些关系 各位委员报告 基本上这个人链系统最后还是到医疗机构来施打 那医院里面相关的跟健保 我们会运用这些系统来做 那这些都是一个相关的封闭系统 那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被攻击的可能 那不管是我们的资讯处跟资安处 都在国发会的指导之下 我们持续的注意 好 那我具体的要求 行政医主帮主 在这次的这次数据两个星期以来 我们先对这间人链系统的攻击行为 对着台湾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报告 这个我们一直都要注意这个资安的问题 尤其这个疫苗现在正在进行 所以我们会特别来注意 因为严重性有到一个政党的时候 我们把他们来在关键基礎设施的资安的训统 那我们先别过好不好 对,应该要求这个政党的疫苗都有,这样尽量 这是大家做の opini 一个人不要来 如果我们训续 这里的一些逆 chick 她 Intent 好好 应该 继续 id